你看它这个仙叶 仙叶必须装的时候 不能用那种袋子 用这个竹裸装之后呢 它可以透气 透气呢 背回来几乎就干掉 干掉之后呢 你看他们这个大锅了嘛 就拿在里面炒 炒之后呢 我们就做土耳茶嘛 这块叫沙青 不是说像他们那种什么烘青啊 之类的机器的嘛 这种叫手工炒茶 所以茶好的茶的嘛 而且茶贵的 这个炒出来就是颜汁颜味 它不像那个像什么铁观音啊 绿茶呢 炒了之后是喝起来是很香 但是不是自然香味的嘛 它炒的时候你看这个锅嘛 这个锅是很厚的 很厚之后呢 它这个是用这个柴火 用这个柴火 我们这是烧这个柴的嘛 烧这个柴之后呢 它就说是热度就均匀了嘛 对 它炒出来之后就不会出现 有些地方炒熟掉啊 炒糊掉之后呢嘛 它这个茶的这个品质就不好 因为像这些大树茶的嘛 它炒出来之后呢 呃 两个还大吗 比较 这个质量比较统一 这一炒完之后呢嘛 你出你到外面 我带你看 我带你看